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之前我做疫情下的上海戏剧人选题 开始关注到弗兰肯斯坦这个项目 剧组来北京排练后 我去探过班 也和导演 编舞 制作人有过很深入的交流 记得一个月前 弗兰肯斯坦宣布开票 之后北京一心反复 作为一个剧迷 我心中一直默默祝福这部戏能顺利上演 如今14场演出完成 我看的6场是一段非常愉快的回忆 这14场演出中 郑鱼龙就演了8场 我个人是挺喜欢这部戏的 尤其喜欢大龙饰演的人形生物 我一直觉得他演戏的优势在于情绪感染力 没有任何包袱地把情感展现给观众 这个特质也为他诠释人形生物增色不少 在剧场里被调动情绪 与角色共情是一种很美妙的体验 弗兰肯斯坦是一个经典文本 相信观众们都能在剧情里找到打动自己的地方 就比如人形生物的那句 因为我孤独 总是会击中我的内心 人形与女人形的那段双人舞 也总是会让我落泪 弗兰肯斯坦也是一部给演员吉他表演空间的作品 虽然演得很累 但相信他们也都演得很爽 这次我就在舞台上看到了一个完全颠覆过往形象的郑云龙 从外形到声线都是前所未有的尝试 尤其在质体表演上突破了自己 如今演完首轮 郑云龙自评是不太满意的 但其实剧组的其他成员都给了他相当不错的评价 比如硬放导演多米尼克就说他的特质是情感上的裸露 情感面向观众是非常开放的 而这正是饰演人形生物所需要的 中方导演李仁说他在舞台上有一种质感 能敏锐捕捉到对手给的东西 然后迅速打开演绎出来 变舞极星地直到王亚冰老师认为他通透而灵动 质体语言带有音乐性 有特别纯天然的感觉 主演袁虎子评价他努力又有天赋 还很年轻 那因为疫情原因 弗兰肯斯坦排练的过程比较仓促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拿下人形生物加维克多两个高难度的角色 还获得了剧组成员们的肯定 想必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在这期节目里 我和大龙聊了聊他在弗兰肯斯坦剧组的故事 这次聊天的时间是7月2号傍晚 当天下午他演完第四场人形生物 几乎已经筋疲力尽 聊天开始前他告诉我说 自己刚刚受了伤 身体不太舒服 所以这次的聊天可能比较简短 有一些问题没能深入展开 但在这段语速很快的聊天中 大家还是可以听到很多有趣又真诚的分享 大家好 我是郑云龙 欢迎大家来到郑云龙的一排一座 刚刚是提到受伤了是吗 今天这场刚刚受伤 对 我脚刚才踩到那个缝隙里 因为今天也是 其实四场人形生物的最后一场 要跟这个角色说再见了 所以你就暂时说再见 此时的感觉如何 挺难过的 我其实也看了四场 还蛮好奇你自己觉得 你是不是在排练厅这去吧 对 是的 排练厅不是我连的吗 对 就很可惜 看到是你演的那个芳云龙塞亚 但是两个角色其实都很精彩 要不咱们先聊排练厅的部分 因为我那天去的时候 其实第一眼就看见你当时 其实在放松身体的同时 然后也在练习那个歪嘴的那个动作 包括你练那个芳云龙塞亚的时候 延南在演那个怪物的时候 你坐在场边也跟人家一起演 所以还蛮好奇 就是这次你平时就会有创造的习惯 还是因为这个角色比较难 你才会这样 对 因为我们排练时间不太够 我个人觉得是不太够 因为时间很紧 很紧张 所以就在有限的范围 有时间范围之内能多做一些练习 因为你之前是在上海隔离 当时在线上排练的时候 你是怎么样去度过那段时间的 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 就把那个我们打开 现在就在那做一天 做一天是吗 就跟着排嘛 那当时会就比如说在地板上爬啊什么 会 但你活动空间太有限了 你没办法 对 因为所以第一次进排练厅的时候 会累到 累到都出汗出的有点 都会脱水 第一次 第一天在排练厅 然后浑身都受伤了 所以现在就是到了真正的舞台上 因为你上次有说过吗 这个动线变长其实是四倍的体力 就是真正演出的时候会受伤更加严重一些 其实到那个时候受伤倒不会那么严重 因为我第一天回到那个住的地方以后 我照镜子我身上的伤 我看哪个地方是最严重的 那你就知道这个地方是最大的发力点 有可能是 所以你就再去后面的排练设计动作的时候 你会知道我会怎么去避开这个问题 所以是哪个地方可能受伤最严重 肩膀 膝盖和胳膊 包括手臂都是比较会受伤比较严重的地方 其实你当时到北京可以进入排练厅的时候 好像我知道就是燕南和王茂雷老师已经 静听过去的联排了 就说他们其实已经把这个戏走下来了 而你还是刚刚 我在线上看 但你那时候其实刚刚才进入排练厅 当时会焦虑 会着急吗 着急 怎么快急死了呢 我在上海的时候急得我每天给认到 打电话打好久 他也理解我那种急迫感 包括焦虑感 他也在安慰我 然后他就说大龙你别着急 你先好好准备 你现在能准备的所有东西没关系 你一定可以 也在安抚我 大概到什么时候可能这个焦虑的心态 再稍微好一些 那是到手眼 手眼的时候才会稍微 所以目前演的四场怪物 自己可能会最喜欢哪一场 觉得哪一场最满意 都不太满意 对 满意谈不上这才四场 四十场以后再聊这事 之后的巡演还是会继续去参加的是吧 有时间有 就当然 大家其实也看见就是出汗很严重嘛 像戴着这个头套 是不是更加不利于就是汗往外面拍的 我就接着我手眼那天 手眼那天是我第一次戴全装演出 我之前没有戴全装连排过 就我这个地方开了 就这个地方胶开了 就那个水就一直往下滴 嗯 就我一个小时以后才下台 第一次下台 我就 就坐在那休息 然后这个水一直往下滴 像包括今天其实最后一场戏 那个麦的盛夜有点忽大忽小 是因为汗的原因吗 还是 哦那我听不见在台上 我不知道啊 那可能是设备的问题 嗯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嗯 可能会碰到什么发射器之类的 之前那个采访袁洪的时候 他也提到就是 延南他身经百战嘛 也说这个戏是他演过最累的 那你这一轮演了八场 体力怎么分配 嗯 怎么分配 嗯 我今天可能是 差不多消耗差不多了 哈哈哈哈 今天下午 嗯 对不对 这不连演第三天了 嗯 嗯 基本上就很疲劳了 嗯 但是休息一下还好 其实就是因为前期做出来做的比较充分 所以就没有没有说特别 呃 完全耗尽那种 嗯 完全透支 啊 但还好 我还好 你首演之后 你当天就是演完 基本上嗓子都不能说话了 是的 对 就是这个嗓音是不是也也算是一个小好 当然 哦 你我我试这个嗓音 我设计这个东西 我试了很长时间 哦 但是都一直都没有 都很疼狼狼 嗯 我第一次用在家用这个音色去练台词 我当天晚上就试着 就哑了两天说不出话了 嗯 我就说这不行 然后再一点一点找一点点找 嗯 因为你越想做一个不一样的音色 我觉得音色是很难改变 嗯 你就要越有方法 嗯 因为我们这台词强度太大 嗯 你不是说我现在跟你说两句话 我模仿 玩 你越要用方法 那那方法怎么形成 就是不断去找 当时是怎么想到要换一个音色 我不想给这个人气生物一个好听的音色 就是因为就是人物设定的问题 嗯 因为他有那个一个那样的外表 一个一个那样的一个一个样 一个样 那他的音色力 所以那是不会是好听的 不会是愉悦的 然后不过他说话也是磕磕巴巴的感觉 也是特意去 是啊 因为他他在这方面是是不可能跟人类一模一样 嗯 一定是有谦虚的 嗯 就是像今天也是刚刚演完 现在也能跟我们正常的对话 是慢慢找到了就是保护嗓子的一个方式 不是保护 是强度你适应的 就是你会形成机能 嗯 那你机能从哪来的 就是不断不断地练习 不断不断地去去去去去做表演 用这种方法 那方法跟机能自然就形成了 嗯 所以你现在每天还会继续去念体能之类的吗 对我会健身 嗯 然后再做个康复 今天是演出日 那你就是演完怪物 消耗这么大之后 这一天的时间会怎么度过 睡觉 我演完几点了 我卸妆就卸一个多小时 睡得好吗 太好了 嗯 那演之前会紧张地失眠吗 因为你以前好像会有失眠的情况 那首演之前都会 你首演后会好一点 因为你对舞台的很多未知性太多了 你不知道在那会发生什么 那你当你比较顺利地演过一遍 两个角色 我都演第一天第二天 我心间会放松一下 像你就是称呼罗伊是小红毛嘛 所以还蛮好奇 你称呼这个人性之类 有什么特别的昵称吗 小怪 或者小 小人形 大家也讨论一个命题嘛 是更同意是人人都是怪物 还是说没有人是怪物 没有人是怪物 我始终这么认 那人人是怪物是一个解读 王耀斌老师有说 就是我之前跟他聊的时候 就是问他说 怎么设计这个人性诞生的吗 他说其实根据每个演员不同的特质 可能有一些特别的设计 所以在你这边 可以跟我们聊一下 就是当时是怎么跟他合作 去设计这段戏的吗 其实 我说实话 就是我们在排队天做的设计 很多在台上都没有用 因为没法用 因为场地 那个地面的问题 我们都相应地做了调整 最早设计的 其实很多动作 我自己非常喜欢 我也练了很久 但在这儿就用不了 所以就是还是想象力吧 所以相当于因为你们是提前四天才进了保利 也就那四天时间紧急地去更改 对啊 那怎么办 但这个话会不会就是时间太短 一是时间短 二是就是因为我们戴上装以后呢 很多动作其实你也做不了 我们在地面做的那很多动作 就是你的装巴会掉 这肯定 再加上就是场地的问题 我们现在这个地板太硬了 如果我们像排队天那种东西 我们太容易受伤了 而且他那个受伤会挺严重 所以我们也挺遗憾的 要放弃那些原有的一些想法和设计 但是每一天 在真的这个场地 又做了一些新的一些东西吧 其他可能剧组成员都会评价你的人心是比较灵动的 想知道你自己想赋予这个人心什么样的特质呢 灵动我觉得这个是 我觉得是这个人心生物应该有的 因为它有一台词 我是一个生灵 它肯定是与众不同的 对 所以这是个我想赋予它的一个特质 所以就是灵动 还有没有其他的 就这个 这个人心生物 你想给它加什么特质 如果在合理的情况下 不影响局限 你都可以帮你加 因为它是完全空白的 所以这次是真的没有写人物小专是吧 写人物 其实很多可能观众就是会觉得你身上的特质 比如说这种天真脆弱敏感的部分 然后包括其实就是外方的导演他也有说过就觉得你在台上这种情感是完全裸露去给观众看的 这个你觉得是你自己的一个天分吗 不是 我觉得这个是理解 我对这个人物的理解 就是完全裸露 他肯定 因为他的感情情感 他是没有控制这个的在于他 他不知道怎么去控制这个 他也不知道他看这个都是什么 就是那前妻的他受到这一切 其实是正常咱们现在人类的儿时的你根本记不住的那些影响 所以你不会去控制这些情感 你能记住你一岁的时候为什么哭吗 你不可能记得住 那你就是哭了 很简单 你怎么看来他跟德拉西还有就是伊丽莎班 因为其实这两人是给他善意的 但是最后其实人性相当于是就是伤害了他们 你觉得人性对他们是有愧疚感的吗 跟他们到底是一个什么 肯定会有 肯定会有 这愧疚感 他对维克多也是有愧疚感的 你看最后一场戏他也交代了 对德拉西我也想在一些瞬间我也有交代这些东西 我觉得我就想就像德拉西跟他说 你是一个善良的人 而且我也本来就想当一个善良的人 但是没有办法 因为人就会变得越来越来越复杂 任何人都这样 这个戏其实对于他可能伤害一些善良人的是篇幅展现的比较长 然后反而他自己说到伤害的部分可能就在台词里面 比如说我在夜里赶路 可能大家能想到他是因为白天会被人打什么的 会有些不同观众会觉得看到的更多都是他好像饿的那面 我觉得他饿的面还好嘛 就是感受就是他很多东西带给他的感受有好有坏 所以他自卑的原因最大的原因是因为他的长相 这也是维克多抛起他的面 其实在小说里就这样 所以这种自卑是永远伴随他 也会激发他内心的恶的一面 因为他心很善应该是 对吧 他不知道善与恶是什么意思 那德拉西教会他的最早给他铺的色彩就是善 对 人性就是 是善良 人要当个好人 好人才会有好报 你当你感受到爱才会觉得富有 那他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但是他有这个印象 但是现实就是现实 进入第二个角色 开始演无论多之后 会不会给之前的角色有更多灵光一线的一些创造 这可以举个例子吗 这个其实就挺有意思 我觉得最早这个版本的创造者他非常有智慧 他让一个创造物和被创造者的一个 这么对立的一个人物关系 让同样的演员去试验 这个会给演员很大的感受 我就记得延南哥跟我说 第一次他去拍维克多 我演怪物 他说我才开始看到你的内刻 因为之前他也一直在拍人心声 说内刻的冲击力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 跟你直演维克多 你是很难能感受到 也会能帮助演员去理解 或者说去表演的更加复杂化 更加往里面走内心的东西 所以你会怎么看来维克多这个角色 混乱太复杂了这个人 就是你分析分析这个人 就人性很多复杂的一些人格 或者一些性格都在他的身上 他都有 很多都是没办法解释 你说你找根源 我们当然跟东西找根源 他说很多 他很多表现时都复杂 他没有根源 因为他是个天才 他与生俱来就是这样 然后我看着你跟延安哥 就是演的不同的诠释 像就是当时他用枪指针 刚刚杀掉一杀白的那个怪文 你其实是一个柜子 就是我觉得这是你还蛮特别的一个设计 想知道为什么是这么一个设计 这个我都没有说是特意去设计 就是我刚刚我看到那一幕的时候 我是整个人就一下就卸掉了 就软掉了 就那种精量 可能身体就不受控 一下就跪在那 这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动作 明白 其实就是感受到什么 对 而且维克多在我演的 他是个软物 其实很多观众会心疼小怪物 那你比如说对维克多 会有什么特别的感情吗 感情 就是会有心疼吗 其实我觉得我现在演维克多都不对 我到现在我也不知道 该怎么去演一个对的维克多 就是 因为他的复杂性快速 让我可能现在没办法 完全理解这个人 所以也在找吧 因为我才演了几场 也就两三四场 可能会在后面 某些在演出的时候 会有些新的一些理解 或者有一个方向 现在只是我觉得 我理解的很片 那你觉得现在对人形 这个找的准吗 人形相对比较好演 因为它是个发展的过程 就是把这个过程相对的演清楚 那剩下的说白了 就是你的技术方面 二就是 你再往这个基地上 再去加色彩 我特别喜欢你跟王耀兵老师 那段双人舞 就我看到两次都看哭了 能不能聊一聊这段舞的设计 你们的排练 以及跟王耀兵老师 是设计纯正的亚兵一边 对 我没有参与到这段舞的设计 对 就排练 可能就是你在人形生物 那一刻的那种感受 你把它的情感 把它全都投入到这段舞蹈上 它就是对的 学起来难吗 学起来难不难 学起来还好 因为你自己以前其实有 就是评价过自己 可能肢体不是那么协调 但其实这次通过这个表演 大家也发现你 其实肢体上也挺厉害的 所以这次是 不是厉害 下功不练了 真是下功不练了 大概是每天花多长时间练 我哪从最早开始准备 那太早了 年号 春节后 我就开始体能 力量方面 就开始慢慢开始训练 那我当时在隔离的时候 每天都要练 每一天 每一天 然后我还把腰练上 我每天排练还要 之前先要去做康复 我腰肌拉上 捞损特别 然后在排练厅就 没事就练 没事就练 大概一天练多少时间 多少个小时 你说有之前吗 对 之前我一天练两次 然后就是练核心什么的 但是可能是因为场地 在家练 在家方法可能 就没有人指导你 我觉得这样 让我的腰伤加重 特别严重 去年采访的时候 其实你有聊到 就是为刘老明 那个角色去减肥 其实想想 你其实也等 富丹肯斯坦两年 某种程度 当时减肥 是不是也是 为了这个角色 没有 我为这个角色还增肥 为了人质生物 因为消耗太大 我会猜到消耗太大 我当时确实 太瘦了 年重的时候 所以我还特意 每天会多吃一些东西 所以现在胖了多少 我好久没撑了 可能差不多胖个四五斤 但是每天这么大消耗量 其实可能越演越少 所以你知道多吃一点 你才能有东西消耗 然后说到肢体的练习 我当时采访袁洪的时候 他有聊到说 因为他也不知道怎么演 他可能唯一可以参考 就是他的儿子 参考的也是婴儿 也是孩子 我还去问那些我有孩子的朋友 我说你们孩子在很想学说话的时候 或者学走路的时候 他们会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或者是他们会对哪些词 或者哪些表达上面上的障碍是最大的 我还经常就会问 所以有没有什么反馈过来的事 你觉得特别有用的 我都放在我的表演里面 然后想知道就是你看剧本的时候 最触动你的台词是什么 没有人是怪物 黄黄老师的词 每次演的时候 调动情感最大的一场戏是什么 烧得拉戏 我在排练厅 看过 能够连排两次这场戏我都破 所以你可能自己对 怪物跟德拉戏的关系 是感受最深的 对 因为之前那几场戏 带到最后 就人家时候去放火烧它 他不知道他在做什么说话 他就是愤怒 他那些复仇都是从书里面看来的 他不知道复仇是什么意思 但他看到真的是 他曾经喜欢的这些人 在火海里 他那一刻他很无助 他不知道该怎么办 他有可能我能不能再救救他们 我没办法 当然 玛丽雪莱看他那一眼 他坚定了那好 但这样这样我不再在你的笔下 被你控制 我要去做我自己了 然后这个戏的时候 其实有了场景大家会笑 但有时候某种程度 他不是一个可能应该让人笑的 所以当你在台上发现 某些场景观众在笑的时候 会对心情有些 哪个点笑的最远 就我今天发现 其实笑的比较少 因为之前 比如说就是 小怪物可能看到雪 然后它就跑去 可能没有那么专心听课 大家会笑 然后包括说 乐园让它写下来 之前我看到都会笑 就今天没有笑 为什么会笑 之前大家就是觉得说 它是一个更高选后说话 怎么突然就会写字了 可能会笑吧 所以就我自己觉得 可能他不应该笑 但是之前观众确实笑了 所以还蛮好奇 就是作为演员 你发现大家在这笑了 会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吗 没什么特别的感受 但有一些是 因为他基本上写的就是笑点 有一些 比如 雪那个地方 但是他坐下那 然后还有就是科学家 就重新见了怪物的事 我就说 你还会说话 这个就是很有意思 你不觉得这么 我是觉得挺有意思 但是我觉得就是我冒雷演的时候 大家笑得更厉害 可能今天演男演的时候 大家就会觉得 每人处理不一样 对 是的 那你演的时候会把它处理成 就是偏笑点的吗 这个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地方 他谁演他都会笑 就是很有意思 他怎么会才能猜到 他在那个 在这个实验室抛弃的那个 那个东西 他会说话后来 就过了 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然后你觉得这部戏 就是他现在去做一个中文版 他这个戏本身的现实意义是什么 现实意义 对人性的思考和探索 或者对人类 有没有想过给这个戏一个不一样的结局 其实我们这跟小说比 就跟小说已经改了吧 对 没有死亡 没有消失 是永恒 是走下去 是再发展下去 生命就是这样 我们赋予了这个戏的一个有生命灵的结局 不是我们 对 是剧本作者 这个是你喜欢的一个结局吗 我喜欢 当然 这很开放式的结局 如果你没看到小说的话 你怎么会知道他俩会变成什么样 然后这次其实有加入这个 马力学赖的视角吗 你怎么看待这样一个创作 怎么说呢 就是 因为我了解了很多背景 马力学赖创作这部 写这本小说的背景 我觉得可能这个 对他来说一种纪念吧 这个版本 然后我想知道 你觉得在你之前饰演过的角色里面 谁可能会跟这个小怪物成为朋友 或者接纳他 接纳他 我觉得我演的很多角色都会接纳他 因为我演的很多角色都不太正常 是 那你觉得谁会成为朋友呢 都有可能吧 那谁会接纳弗兰肯斯坦呢 小怪物那么喜欢听音乐 可能就我演过那些会唱歌的 那些歌手之类的 高军玉嘛 对对有可能 那谁会接纳弗兰肯斯坦呢 不会 会吵架的 弗兰肯斯坦没有朋友 不会有朋友的 那其实这次有很多亲朋好友来看嘛 包括今天好像 我现场有陆川导演他们 电脑了是吧 对 对 这次是真的就是你邀请了很多 圈内的朋友来看 不是圈内的朋友 圈内圈外有点问题 是 就是朋友 所以他们有没有给你一些意见 都觉得蛮好看的 其实你32岁的生日 也是在这个剧组度过的吗 就是生日过得怎么样 我不发照片 是谁发的 老袁发的是吧 对 对 那你难道不应该发一下吗 我破阴历生 我们家就是给过农历生日 从小没有过 因为我农历生日是断木节 这次在一个剧组去度过这个生日 会觉得有特别的感受吗 很开心 那天我们也聊了很多 也交到了新的朋友 很开心 这次其实也是因为疫情的原因 可能大家没有办法 就是在线下有很长时间一个剧集 就是一开始可能是在线上的 那这次到剧组来适应的时间 或者这个过程是怎么样的 时间太短 我在线下排练时间实在太短 所以准备的没有 就没办法做到那么充分 所以成见会有很多很多问题 包括就是跟对手演员 或者跟剧组人的这种 因为也需要一个破冰的过程吗 这个过程快吗 这个过程还好 因为大家都是很有经验 很职业的演员 然后大家又很敬业 也很热爱表演 很热爱舞台 所以我们这个还挺快 看见在卫国上有 就是叫延南哥哥吗 看见这次合作的挺愉快的是吧 非常愉快 因为我跟他是互换 那当然三个人都是我好 特别好的哥哥 我们私下关系都非常非常好 所以能不能聊一下你眼中的他们 帽哥是 帽哥是威克多的鼻祖那种级别的 就是多米尼克一个开玩笑说 帽雷是多米尼克那种演 要不演 演威克多的那种 在住在深山里的那些什么爵士高手 因为他演的这个威克多 模仿不了 就是他把那种怪和 这个人这种性格的这种怪异 和那种疯狂 非常极致演绎的 我很喜欢他演的那些 他那些很多反应 因为他不是正常反应 但同时又很符合这个角色 然后他每天都在加很多想象力在那边 帽雷哥是一个特别有想象力的 南哥是技术方面太优秀了 非常非常优秀 然后职业态度非常好 因为他研究戏剧 研究肢体戏剧什么研究了很多年 他一直在特地去学 然后他也一直在进化他自己 我从他身上能学到非常非常多 包括方法上很多技术方面 我能学到很多 他是一个我特别认可的一个前辈 画的一些前辈 老元特别的单纯 特别可爱 人特别好 然后特别善良 他把他所有的人好的品质 全都放到了他的人性生物里 所以你能看到的是 这个天真一样的一个人性生物 然后非常非常有色彩 非常非常有情感 他生活中也是这样 但是特别热心 对所有人都特别特别好 把所有人照顾也特别好 我非常喜欢他的三年 就我上次跟游红哥聊的时候 他就评价你 说觉得你又努力又有天赋 然后说 而且才是90年的 想想我8年前在干嘛 真的让人生气 怎么看待他这个评价 他夸张了 2020年第一次采访你的时候 是为了就是30岁那个主题 然后你当然有聊到就是说 以前在剧组可能都是最小的 见谁都叫哥哥姐姐 然后现在可能都谁见你都是老师 然后这次好像又是到剧组里面 变成主演年纪最小了 然后又开始有哥哥姐姐了是吧 没有我那个也是 渝达渝王我也最小的 哦知道是 然后那个德林我也不大 都是前辈很多的 每次都能遇到 所以在一个剧组里面做盲内的感觉怎么样 就是在一个剧组里面盲内就是年纪最小的吗 非常好 他们就得得让着我 怎么让着你呢 比如 得照顾我 我看你在这个 富兰克斯坦的那个就是官方采访里面有说 你之前可能没有看过这种事 一个人创作另外一个人 然后又是互换的这么一个表演 很多剧迷就说 那你可能没有看过人间诗歌 哦没看人诗歌 因为我们演出撞的世界 哦明白 所以对这个世界好奇 人间诗歌也是这样是吧 对对对 哦哦哦 然后也确实是去年可能可别比较好的一部剧 对 我也想看 我一直没有时间去看 因为我们演出世界撞的太厉害了 今年年底还会有音乐剧吗 这没 那没不好说 得得看 因为每年好像年底都会 就是演外话就奖励自己 一部音乐剧 今年比较特殊 时间全都打乱了 所以没办法 就今年还宣了个音吗 能问一下这个大厂的会有什么惊喜吗 惊喜态度 等着看 会有经验吗 对 个音吗 对 应该会有 但是你别着急 这是慢慢来 看你在微博下面有说 就是演不动了 唱一会儿是吗 是真的演不动了 真演不动了 好嘞 演这个真太累 之前还有就是发条微博说 一分钟之后交给我们吧 就是可不可以聊一下 可能当时人民院长对你们的一些帮助 我很难过 我也很想念他 不想聊别的 其实就是那天我是正好在任意 看那个软领域的媒体场嘛 徐白老师有说 他其实是用了二三十年的时间才完成了一个角色 二十八年 对对对 然后我当时就觉得说 就是特别感触一个角色 可能年轻时候演过 然后过很多年再演 像你有的时候会有这个想法吗 比如说什么角色 我可能多少年后要再去挑战一下 当然 当然 比如说现在演过的 你也觉得让你有这个想法 所有的事我都想在过很多年之后 当然希望那个时候还能再演 那你觉得三十年后再演小怪物的话 这个体力 这个就可能真是演了 这个三十年后我都六十了 我在演这个 像你在家里面会 比如说一会儿演小怪物 一会儿演弗兰肯斯坦 就是自己在家里面 这种深思对决的感觉 不会 我刚才有意思 为什么不会 因为如果这种排练方法 你是什么都演不好 两个角色都排不好 我们当时有想过这样排得很快 但是我跟人脑沟通之后 我觉得这样不行 这样会乱 越排越乱 所以还是比如说 我今天要排练 我只排为多所谓的部分 那我可能回去消怀 我明天再去排任性 这种切换是可以 你要是这一遍是维格的 下一遍是任性 我觉得这个没有用的排练方式 那现在暂时跟小怪物说再见了 然后跟他说一句话吧 说句话 我觉得不是时候 对 我没跟他再见 对对对 然后问两个粉丝 可能想知道一个小问题 就是很多人看了你演的科学家 和这个小怪物 然后有人说 郑云龙为什么不可以有私分裂 就是同时有私分裂 就是有两个郑云龙 同时在台上前给大家看 怎么看待他们这种说法 为什么 这不是怎么可能 对就是因为不太可能 大家就是有一个 你说起来玩 应该影视它是可以 对吧 对 你看这就是还是 也是先进的地方 你将在出观设版本 也可以剪成这样的 出观设 这不是我能决定的事 欢迎大家来到 郑云龙的一排一座 祝福大家都能抢到 一排一座的票 好 感谢观看